基本上就多了哪一邊呢?多了這條線 應該是這個有點難畫 這條線 左邊部分的話就原來的 右邊是多出來的 其實幾個思考方向 第一個我們乾脆這樣算 我剛剛已經算出來就是 如果我要重新計算它的規則的話 前面的空白不變 哪裡改變呢? 就星號的數量 本來是星號是 由1到13 變成什麼呢? 變成1到25 那中間的話呢 間隔多少? 間隔 本來是Step1 中間間隔1 現在中間間隔2 OK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規則套到剛剛的程式裡面 讓它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OK 當然幾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 變動的部分 我們變哪裡呢? 假設我變動這個地方 上面不要變動的話 因為我們空白不變 我們主要是變這裡 可是這裡要怎麼變呢? 才能剛好輸出這個三角形 當然你就必須要去做一個計算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輸出的星號 我要讓它變成13579 13579 一直到25 OK 那我應該怎麼 1 3 所以我如果從i這個地方來下手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讓它第一次輸出1 第二次輸出3呢? 那我可以怎麼 把它先乘以2 有沒有 乘以2之後的話 如果你現在乘以2的話 它變成2 有沒有 然後呢 再24680 這邊應該最後到26 所以我現在如果輸出的話 記得這個把它刮糊起來 其實不刮糊 不刮糊 好像會出錯喔 OK 因為我是先計算完之後 再去讓它產生那個重複的星號 OK 好 如果我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輸出結果 OK 又是之前一樣的問題 兩顆星 這邊應該是26顆星 那邊會多什麼呢? 多1了嗎? 所以後面要怎麼辦? 很簡單嘛 乘完之後怎麼樣? 減1不就好了 OK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乘式沒有很複雜 OK 試了就知道了 有沒有 先把它乘以2 讓它變成24680 一直到26 也就是說 本來是 我們是1到13對不對 那乘以2變成2到26 但問題我不是要2到26 我還是要1到25 所以我可以什麼? 把這個裡面加一個減1不就好了 OK 我們把它減1喔 減1之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欸 答案就完成了 有沒有 看懂我意思吧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特別是不要鑽牛角尖 沒有很複雜的 沒有很困難的 有沒有 不過 還是有同學會想要鑽牛角尖 就是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我們假如說 我現在只有改這裡 本來的i有沒有 變成i乘以2減1 那可是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動第三行 我一樣是i 那我可不可以 有點像什麼 我們之前想過的 我今天要1到25輸出的話 我可以1 斗點後面可以把它改成26 然後斗點我可以把它改成2 有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 Range 它勢必呢 就會剛剛好是1到25 而且中間間隔2 所以變1、3、5、7、9 一直到25 停下來 所以喔 第二個改法 就是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改的是Range的話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這個i的值 就不用改 但是空白就要改 因為為什麼 因為空白的數量 它之前是跟13-i而得到的 但問題你現在已經把13改成26了 有沒有 那你現在勢必就要改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改 比較OK呢 對 所以喔 規則的話 當然你就要把初始值 這個 不能用13了 應該用多少 應該用25吧 25然後減掉多少呢 減掉幾顆星 應該要講25要把它 減掉i嗎 減掉i的話 如果現在輸出的話 2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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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初始一定 啊 再除以2嘛 對 變成說減 當然你要先減再除以2嘛 所以前面可能要先刮弧 那如果你不刮弧的話 它會先除以2 這個 這樣OK嗎 這樣如果把它減 27 用27感覺有點不太能夠直覺 應該25啦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用25來減 25減到i 那這個i的部分的話你可以怎麼 這怎麼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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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好了 不用25 我們乾脆還是把它保持13算 如果我用13好了 13 因為 我其實主要改的就是 反正我這邊就是12嘛 然後11 10 反正就越來越少 所以我只要第一次 我希望能看到這個i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第三次是3 1 那我乾脆改這邊好了 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讓它乘以2 有沒有 乘以2之後的話呢 那如果它 當它等於1的時候啊 那 它變成什麼 當它等於1 但問題我應該減1的話 所以怎麼辦 我乘以2之後的話 再把它 先乘 乘完 這就減1就好了 有沒有 再把它減1 不對 應該是除以2 應該是除以2 除以2之後的話 那後面剛剛把它加1算 因為除以2之後的話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如果1 帶進來的話 那變成0.5 0.5的話 不然加了1之後的話 有沒有 它就變成1.5 可是問題喔 這個 重複的數字 不能夠是小數點 所以外面我們可以包一個int 把它刮虎起來 有沒有 刮虎之後的話呢 本來是1.5嘛對不對 1.5int變成1嘛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當它等於3的時候 3除以2 那就1 1.5 1.5 加上1 有沒有 那就變2.5 2.5int變2嘛 所以喔 這樣 如果當它等於5的話 那5 如果除以2的話 那2.5嘛 其實就2啦 就變3 所以意思類推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呢 一樣可以把什麼 把那個i的值 一樣是 讓它變成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一直到 後面的話呢 變成13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理論上這樣實行的話 應該結果也會是對的 OK 所以喔 這是第二種寫法 那麼第三種寫法 有啦 保證有 第四種有沒有 有 第五種有啦 反正喔 每個人想到的方向不同 得到的結果不一樣 所以我跟各位重點回顧一下 1 好像用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如果我今天喔 我不改上面的話 原來是1到14嘛 然後這邊的話是1 如果你不改動這邊的話 那你要動這邊 那這邊的話呢 你就怎樣 讓它怎樣 乘以 先試試看好了 太多種了 OK 你們先試 試這一種方式好了 就是輸出 然後再試試看第二種方法 畫面先換 方法1跟方法2 把它貼到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12頁上面 如果可不可以參考 最大差別部分的話 其實主要在那個 Range Range部分的話 如果我用方法2 我要必須改Range 然後還要再改那個 空白後面的公式 那如果我用第一個方法 我覺得好像顯然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主要是動那個什麼 星號輸出 那我是用什麼 用這個I 這邊給的 來的話 發現好像還是第一種方法比較簡單 第一種方法實際上就是 I乘上2-1就好了 所以相對的 當然以後寫程式 一定要寫相對簡單的 所以一般在解決問題的話 可能像我的習慣會多想個幾個方法 但是如果最後發現 有些方法太複雜了 乾脆就忽略算了 Erin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但問題就是說 你將來在撰寫程式 你就挑那個最簡單的就好了 千萬不要寫那個 連自己最後頭腦都打結的方法 如果你現在頭腦都已經打結 那下一次你光看到這個程式 你根本也看不懂了 如果出錯的話 你恐怕怎麼樣去解這個bug的能力都沒有了 更不要說你要把這個程式 越寫越複雜的話 那後面當然就越頭痛了 所以其實盡量避免就是說 想那個太抓六角線的寫法 否則的話自己以後都根本看不懂 自己在寫什麼 OK 試試看 雲攤白板上面我有貼剛剛那兩個方法 如果你有第三種方法 第四種方法沒關係 你可以再想想看 目前看起來好像那個 就是剛剛的第一種方法 應該是算最簡單的 那甚至你們待會也可以把它變化一下 甚至你可以把它做成像那個什麼 如果今天我想要畫一個 什麼耶誕樹好了 耶誕樹應該怎麼畫 反正你就發揮你的那個想像力吧 OK 前面一個尖尖的 等腰三角形對不對 然後下面的話也許就是不一定要尖尖的 可能再接的話 你不一定說從1開始 你可以從2、從3把它接到下面 然後再 那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最後底下的話 再畫一個這個樹幹的部分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一個矩形在下面有沒有 至於那個耶誕樹 你至於要長什麼樣 每個人也許想的都不一樣吧 可以試試看 甚至不是只有耶誕樹可以畫出來 甚至之前還有同學畫那個很複雜的圖形 有沒有 將來可以甚至不一定是三角形 甚至連其他形狀都可以透過信號去把它輸出來 只是說當然 這個也許只是一個練習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可以很熟練的 可以想到什麼就輸出什麼的話 那表示你對那個Fall回圈 其實就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